大批澳大利亚的悉尼人忽视防疫禁令,拥向距离悉尼市中心7公里的邦代海滩。 邦代海滩是澳洲最具标志性、最著名的海滩,每年高达260万游人到此。 尽管南半球的澳洲已进入了秋天,但气温还像夏天一样炎热。 针对澳洲中共肺炎确诊病例不断上升,3日19日,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关闭澳洲边境。 20日又推出进一步的措施,以帮助阻止中共病毒的传播,禁止在室内进行100人以上的不必要聚会,室外的聚会则限制在500人以内。 虽然大多数澳洲人都遵从隔离指示,但由于天气炎热,拥入邦代海滩的人实在太多。 为防止疫情,西南威尔士州政府21号宣布关闭邦代海滩。 该州警察总长警告,如果民众不遵守禁止500人以上户外活动的命令,将会再关闭更多海滩。 而海滩的救生员也会清点人数,一旦游客超过500人,将会要求海滩上的民众离开。 截止3月22号下午,澳洲感染中共病毒的人超过1300人,死亡7人。 新加坡最著名的圣陶沙海滩暂时没有关闭的消息。 圣陶沙的网站提示说,他们还欢迎游客来玩,但是岛上会设置测量体温的检查站。 新加坡航空公司今天宣布减掉96%的运营资源,停飞147架飞机中的138架。 旗下的廉价航空库航也会停飞49架飞机中的47架,损失惨重。 到3月23号下午3点,新加坡感染人数455人,死亡2人。 一直收到我们新视频的通知哦。